我们的大小研究员们经过上次一系列的考验 帮助蚕食娘娘为蚕宝宝摘取了新鲜的桑叶 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嘛 也学到了很多关于桑鸡鱼塘的原理 成功获得了珍贵的水质力量 恩奇研究员也加入了我们樱桃小丸子队 组成了我们的全新组织 今天研究员们来到的是 无比之乡 善莲 他们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寻找我们最后一项自然之力 木之力量 等待他们的又是怎样的故事呢 本节目由玩真的真的更精彩的珍维斯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小鸡鸡》《小鸡鸡》 《小鸡鸡》 走 我们要去找什么今天 木之力量 《尚连无比场》 现在就在这里 去寻找木之力量了 传承馆 看一看 传承馆 池豪走龙蛇 梦笔吐齐 爬 好大的一个毛笔 这个毛笔帅 长2.42米 天哪 40公斤 我可以放 40公斤 哦 陈车要360度 环势一下 这是我绑木头的绳子 绑木头的绳子 今天我们正好要找木之力量 可以用这个绑 走 房子 哎 这有一个 哎 哇 哈喽 画画的老师 大家好 我就是掌管木之力量的 木林森 哦 木林森老师 哦 老师这个是什么树啊 千年百树松百 对 长青树 哦 长青树 哇 蛮震撼的 厉害 而且这旁边的还有小树 哦 这个是小树 对 这是一个千年古树 栩栩如生 好厉害哦 神笔木林森 大家看到我这支笔呢 现在有点成就 嗯 我希望大家帮我去找到一些 新的做笔的材料 来重新资争 来重新赋予我的毛笔力量 哦 明白 你用成就的笔都画得这么好 那你拿了一支新笔 可怎么办 那能量就更足了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个材料呢 唯于南巡区的善连镇 是著名的湖笔发源地 这个古镇 以其悠久的制笔历史 和精湛的湖笔制作记忆而闻名 湖笔制作的主要工序有 笔料 水盆 截头 装套 镶嵌 湖笔 泽笔 刻字 等八道工序 每道工序 又有若干道小工序 故大小工序达一百二十余道之多 今天 小小少年们就要在这些工序中 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体验 在穆林森的委托之下 集齐湖笔的制作材料 现在 马上出发 去湖笔文化馆吧 哇 国之瑰宝 哇 好大的笔啊 你们可以猜一下 这个墙上面是有多少只毛笔组成的 多少只 两千零十只 应该不止两千我感觉 五千 可以再高一点 八千 六千五百只毛笔拼夹成的 哇 代表着毛笔发展至今的历史 差不多有六千五百多年了 哇 从推进的年代到现在 哇 现在有看到的就是一个毛料 山羊主要就选用它的腋下 四肢和不戒光地方的毛量 用它的腋毛 羊的腋毛做哪里 羊的腋毛 做毛笔 做成那种笔尖部分 你最想用哪一个 这个 这个 它那个中间那个比较可爱的感觉 这个吗 这个是黄鼠狼 黄鼠狼的毛呢 一般是 黄鼠狼用的是尾巴上的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它是放着它的一个尾巴的 黄鼠狼它旁边那个毛料 放着的都是野兔的毛料 接下来我们会把笔杆送给你们 把笔送给我们 把笔送给我们 你只听到把笔送给我们 我先把笔杆送给你们 你们再去大自然找其他的材料好吗 好 我看看 笔杆 笔杆 是我的 什么都是你的 他们在吵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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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又怎么了 宝贝 你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是刚刚那个人送给他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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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王子没有 然后今天抢到他手上了 牵到王子没有手上了 应该是送给你们三个人的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玩一会好不好 我不需要 就让他们两个玩吧 秋宝好棒 好 走了 走了 那我们就接下去去找我们的笔头材料吧 走 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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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虎比制作工艺的水盆的工序 都是一个成手工制作的 从原材料的羊毛 经过三十多道小工序 最后成了相等的一个笔尖 而且你看我们的笔的话 上面那一节 跟下面的颜色有一定不同 这个就是我们胡笔的一个特色 一个胡椅 哦 它这个说明感有点黑 了解了解 所以每一个老师 他三十多道工序 他都得会是吧 对 每一个老师 他都是三十多道小工序 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这个三十多道工序 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啊 半个月 一支笔做出来 是不是要卖挺贵的 对 有贵有便宜的 做这个工作的话 我们看到轻衣色都是女工 就是这道工序 是历来传女不传男的 哦 那 我没有传女不传男的东西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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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得了这个活不 干不了 这是另外一道工序 叫截头工序 这道工序 你看老师速度好快 就截头的话主要是用线 给它底部给它扎紧 然后呢 再把这个笔头装在笔杆当中的话 笔毛就不容易脱落了写的时候 哦 这边已经做好了是吧 这边已经是做好了 那一串都是已经截头一样的 都截好的 对 一支笔的工序真的很多 对 有八个大工序 一百二十八道小工序 工序非常多 这支笔要卖便宜了 我都不答应 是啊 我都不答应 这玩意上练节 好难啊 你想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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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啊 老师好 哎呀 已经拜师了呀 好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撒娇地形 我们撒娇地形 用力啊 好 好 看我这个行吗 沾了以后你看 放在这个手里 导致那个尖尖的形状 对 这样最后没有凹脱的这个形状就可以 对 好 好 你做了这么多了 对对对对 自己自己画 是一颗吧 对对对 如果你这样一下的话 看到了 对 对 对吧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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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 谢谢你 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好吃 现在可以进入 直笔的一个工序 那么我们这一道工序的话呢 它就是有这么一把刀 还留着那些没有笔封的给它挑掉 你看 有一根 这个没有 这个白白的 挑出来以后 你就是用手指的力度跟刀 一磨 把它拔掉 你看哪根比较粗 就给它拔掉就好 对 比较粗的那个拔掉 这根怎么弄啊 你先要看一下 哪一些没用的 哪一些有用的 你看 你在这个看 把它扎住 把它拔掉就可以了 知道吧 那你试一下 这有这个呢 你们都成功了吗 怎么搞定 哎呀这么这么耐心 不要 哇 这个好肺眼睛哦 弯弯的 就这种 对对对对 这一个 哇 我们这样挑一下 就是眼睛感觉都有点受不了了 这老师们天天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们老师的眼睛都是戴眼镜的 你们看 你们看 那个头 头像 你看它这个头都是细细的 你看有一根 你看看头的那根 找一根 粗的就是不合格的 哎 这有一根是不是 哎 你别使劲吧 它它好多是好的 我再挑两根 激起毛笔材料之路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 尽管少年们经过长时间的戏剧探索 却仍然只收集到了一项材料 任务仍未完成 接下来 它们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走 我们去那边 你做哪个 想做哪个 做中间丸子 好嘞 小心 好 都各自录做了对吧 你们刚刚是不是拿到了一个笔杆啊 对的 那你们想一下 这座虎笔还缺少什么材料呢 笔头 是的 笔头 就是毛料 毛料呢就是我们虎笔制作过程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材料了 哇 那现在我来做一个小游戏吧 好 就是要你们以组为单位 把桌子上的一个动物毛料呢 和它的名称呢 进行一个一一配对 所有组都配对正确 才能得到慕林生的一个感谢 是你完成 固毛是哪个 这个 黄树狼是这个 好了 好了 好的 他们先好的 好 那我来验收一下 你们这个还需要努力哦 有一点点小错误 快看我们的 你们回答正确 这边也全部回答正确 你们现在也正确了 你认识不 这是啥字 白 白 羊 羊 毛 毛 白羊毛 问他这个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吗 猪字吗 可以 这个认识不 黑羊毛 哦 这个呢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一个笔头了 是我们那个笔吗 这个 嗯 就这一只吗 对 笔杆就是这个 我们还获得一个笔头 就是你们都配对成功了 给你们的一个奖励 好 那我现在就把我们的笔头给到你们 然后你们需要带着我们这个笔头笔料 去找我们的一个木铃生 他在力量之树那边等着你们 那我们快去好不好 我们快去吧 走 走 这个笔头你们谁要呢 我要 我要 每个人摸一下下好不好 不想 干嘛 干嘛 你干嘛 撑我了 丸子想摸的时候就摸好不好 好 一会整个做完那个笔 笔给你 走 没有 没有 特宝 特宝 特宝给他一下嘛 给他买一买 给你给你 好不好 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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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宝以后 有跟妹妹说话稍微温柔一点好不好 对 对 我没小心 你不小心 对对对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啊 你就刚刚有点着急而已 不是故意的啊 没事宝贝 嗯 没事 应该都给你了 给你了 给你了 这是属于我们丸子妹妹的 好漂亮 好漂亮 你咋回 你咋回咋了 漂亮 漂亮 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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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哥哥起来 我们哥哥是很爱我们丸子妹妹的 就是 超喜欢我们丸子妹妹 丸子妹妹今天这么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裙子 嗯 很漂亮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 握手 握手 来 爸爸 爸爸 抱一抱 抱一抱 爸爸 大大的荣抱好不好 哦 真棒 真棒 没事吧 很好了啊 什么 走 我们去大树那里 找大树 在哪里 哦 在那里 哦 应该其他树都被这人收拾的 对 本节目由 玩真的 真的更精彩的真维斯品牌 独家冠名播出 走吗 走 我们去找慕林森老师 慕林森 走 我们坐那边 我们坐那边 慕林森老师 你 刚才是不是大家帮我收集了 做毛笔的材料啊 有啊 有笔杆还有笔头 对 给我吧 笔头要先给老师 笔头我们给老师好不好 好 老师笔头在这里 ok 来来来 笔杆呢 哎呀 谢谢 首先谢谢大家给我们带来了这个 制作糊笔的新材料 很快我要做个变个魔术啊 变魔术还会哇 我最喜欢魔术了 我得把一个新的虎笔给变出来啊 好变变变变变变啊 变变变变变啊 一 变魔术的 一 一 哇 哦 新的虎笔 哦 哇就镶嵌上去了 哇 哦 这不是魔术王 这不是魔术王 他本来盒子里就有一个毛笔的 老实是会变魔术的 Q宝 这是你笑的人生第一课 知道吗 我们开始上课了 来 来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因为你们的新的材料做出了新的虎笔 嗯 那么 慕琳森的元气恢复了 哦 恢复了 对 哦 很舒服 那么现在我们要 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下 我们上一堂书法课 哦 书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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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哦 我喜欢书法课 好棒 好棒 因为在我们古代呢 所有的汉字几乎都来自大自然 哦 哦 我们所知道的汉字都跟大自然有关系 那么今天慕琳森老师呢 要给大家来一个跟慕有关的字 好 好 哎 我先教大家握笔的姿势吧 好啊 好啊 老师 我们这样 先用左手啊 拿着毛笔 左手 对 自然把毛笔下锤 放着 然后我们的右手像拿筷子一样啊 自然的去迎接毛笔 哦 两个手指 放在毛笔的外侧 来侧 大拇指 放在毛笔的内侧 放在毛笔的内侧 这么拿就行了 哎 这样吗 对 然后你看 这两个指 这样 左手提着 左手提着 然后右手很自然地去接 这样宝贝 这样不着 对 两个食指这样子 哎 这样 然后这个手在这 哎 对 对 你看 这么说能学会 对 这样很好啊 是吧 好 那现在我 给大家写一个木子啊 大家看啊 这个像什么呀 像一棵树 像一棵树吧 对 有树枝 有树根对吧 对的 这就是木头的木的 最早的形态 哦 哦 对 对 然后慢慢地才演变成我们今天的样子 这是甲骨 甲骨 甲骨 然后 钻书呢就变成这样了 比它稍微规范一点 这是钻书的样子 哦 钻书的样子 哦 再然后就是历书了 历书 历书呢就是比较 好 会现代的现代 跟现代字比较接近了 对 对 然后就变成我们今天的字了 嗯 呃 我们先学一下这个木字好吗 好啊 好啊 大家看凯书的木啊 横 树 钩 撇 动作自然一点就可以 那 哇 哦 好好看哦 哇 写得好好哦 所以它那个树的话 还是要有个勾是吗 老师 对 有一个小勾 自然把它勾起来就行 对 大家可以写一下 轻轻的 不要垂直 精彩 好美 是不是 好 树 铁 那 那 对啊 你看这不就会写了吗 你就写了一个出来啦 看一下我们Q宝写的啊 非常美 你看 展示一下给大家 来 Q宝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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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弟弟都在写这儿 你也写两个 对不对 我们超越他 那我给你一张纸 可以吗 给 哦 哦 哦好看哎 好看 写得真好啊 丸子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一个 另外一个字 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字呀 哎呦 东吗 东 对 这个东呢最早最早的汉代的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太阳在一个树的中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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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东 是附会这个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意思 哦 哦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刚才我们所学的这个木子 把木子的这个横画和撇纳的距离拉开 在中间加入一个日 哦 它就变成东了 嗯 好吗大家试一试 好 试一试 你看 把这个木写长一点 哦 撇 那对吧 哦 把这个日太阳加进去 太阳加进去 冬至就出来了 写得好写得好 好吧 试一试吧 不是这个不行还要新的纸吗 还有哪位小宝贝要纸啊 嗯 嗯 老有能帮那个丸子写一下吗 好的 来 在木的时候 沾周到一点啊 来 横 太黑了 树 写长一点 勾 来 隔远一点 撇 那 这是个木吧 对不对 在木的中间呢 我们加一个 太阳 加一个日 冬就出来了 展示一下丸子写的 哎呦我看不出 看看好不好 哇 那写的好棒 好厉害 好厉害 再写一写好不好 来你自己试试写一个 在这个地方写一个小一点的 我扶着你写好吧 嗯 来 横 树 撇 那 好 好看吗 木 木 对了 木 木 木 我花太能了 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书法课 就到这里了 谢谢老师 接下来呢 这个木林生要送给大家一件礼物 哦 老师要给大家送礼物了 对 这个礼物呢 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 而且都是由木这个元素构成的 太宝了 那是什么呢 一颗千年人生 展示一下 不会吧 哇 大家用到的 就是大家用到的文房四宝 哦 拍个代表来接受好吗 那你直接代表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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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而且都是由 木 好的 谢谢我们木林森老师 给大家上的这一堂 生动的书法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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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接下来的任务非常顺利 好 谢谢木林森老师 拜拜 拜拜 那到今天为止呢 你们收集木制力量的任务 就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对 在我们整个的参观过程当中 善脸呢 其实是虎笔之都 那你们刚刚参观了我们的这个 制作虎笔的这个过程 有没有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魅力 挺难的 很兴奋 就是我们可能看似很普通的一支笔 没有想到它要经过八个大的工序 和一道上百道小工序 就真的非常不容易 一支笔可能从它刚开始选材 到最终制作出来可能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对 那也恭喜大家到今天为止 已经收集了我们五种自然之力 所以呢 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自然之力 还有我们文化之间的关系 有感受到 我们很多的传统文化 其实都起源于大自然 就包括刚才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字 它最早的起源 其实都是根据自然的一些 形态 东西的形态 是的 是的 这是字的以前的那个原型 是的 而且不得不佩服一下这个古人的智慧 博大机身 已经都感受到了在善点 是的 之前我们所发现的蜂木水火土 其实五种元素都来自于大自然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学会了怎么样去和自然去相处 怎么样从自然当中去汲取力量 那今天的话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在新手村的一个自然研究 我们是新手村 才是新手村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解锁到下一个阶段的任务了 然后我这里呢就为你们带来了一封来自远方的信 来自远方 这个里面呢就有我们下一个阶段的研究任务 我们请恩琪打开一下 好 来 恩琪很多任务吗 对 我叫雇佣者 雇佣者就任务多 它不是一封手写的信 因为我们是个小朋友的录音 大家可以一起听一下 来 我们一起听一下 到底是什么任务 我是本庆祝的小豆腐 你们快来这里写任务吧 恩琪的嘴角压不下来了 我的嘴角已经扬到停不下来了 所以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就是解救我们的小豆腐 解救小豆腐 因为我们的小豆腐呢不在这个城市 所以我要把飞机票发给你们 大家还知道我在一开始发给大家有一个小背包 我们当时的背包任务你们还记得吗 拍照片 拍照片 对 对 还要拍视频 然后拍完照片以后 拍完视频之后 拍完视频之后 要把它发出来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敢在飞机起飞之前 把大家拍好的视频发出来 好不好 没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出发了 出发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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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我们来吧 拜拜 拜拜 小鸟飞呗 小鸟 小鸟飞走了 小鸟飞 小小少少年们终于集齐了五种自然之力 也结束了他们在南巡这座长三角亲自乐园的新手任务 下一站他们将前往汇东开启少年们的进阶之旅 好浒 我要你 好混乱 太好了 好多人啊 快 我要你 哎 我刚才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了 旅程还未开始 麻烦去接绵而至 他们的惠东之旅会顺利开始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